4月11日,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逐竞赛单元天坛奖国际评委在北京与媒体见面 作为评审中唯一的女性,刘嘉玲表示,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女性评委参与评审 我觉得女性的评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多一些人来参与 因为我觉得女性看电影跟男性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女性比较敏感,比较感性,男人的世界是比较理性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得到一个平衡 英国导演西蒙·韦斯特认为,所有的电影都是类型片 而是否能够被普通观众欣赏,才是评价一部电影的标准 本届天坛奖故收到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775部影片参屏 数量在2018年有所增加,其中境内影片107部,境外影片668部